今天呢我来这钓鱼啊 瑟瑟发抖风特别大 这是在长沙周边的一个叫北山水库的地方 其实来这个地方就能看出来 我平时呢看到那些钓鱼发视频 这里有很多钓鱼人 今天咱们环绕一下四周啊 没有一个钓鱼人 我是唯一一个 我就就近选一个地方吧 不去对面那种滑坚的位置了 这个地方呢经常有钓鱼在这做钓 今天风特别大 我估计流水也挺大的 选一个大一点的浮飘 用这个三号的 吃钱量最大 准备一趟 今天为了应醉流水开一款钓鱼 这里面也有寄予 碗香味 吸水 要吸很久 颗粒太大了 我们先来调调 这个饵料啊 特别硬的状态 还挺黏 然后应对这个流水 而且在戒人水域 离开小杂鱼 今天我的主攻目标是鲤鱼和草鱼 但是我赌我今天钓不到特别大的 用的线组不是特别大哦 1.5加1.2的线组 单子是用653长一点 风有点大爆炮 快先找个底 今天我才是真正的小仙女 你们看这样的仙境 一般的凡人能来这儿钓鱼吗 哎 你看 好多白鹿啊 好美哦 今天要是空居 我都心甘情愿 古有一行白鹿上青天 今天我们看到一群白鹿上青天 他们都说我 这个裤子是秋裤 我平时呢 特别喜欢穿这种鱼甲裤啊 这叫鱼甲裤 不叫秋裤啊 今天太冷了 我失色 我要套一套后裤子了 哎呀 我要把自己都擀造 穿上棉裤后甩干都有劲多了 我要套了 我要套鱼了 这时有两个大哥 看我太冷了叫我回家 但是我就不信没鱼 这不是白鹿 这是翘嘴 小翘嘴啊 开始没看清楚 好玩好玩 我这一团料都要没了 终于上来一条翘嘴啊 小翘嘴 天气太冷了 这种天气啊 突然降温这么多 能来一口食属不业 还敢跑掉了 能理解我现在的心情吗 我怀疑我的窝点里面有很多小 换细线换小沟 就这样我又坚持了一个多小时 但是 哎呀不掉了 天气太冷了 我已经要感冒了 哎呀这风又大 陷了 陷了找不到了 雾蒙蒙的天啊 雾又重 又下着这种细细的毛毛雨 风又大 马上就看不到票了 虽然收获不好 但我坚持下来了 可能用这个换来的代价是 重感冒 我收拾东西要回去了 先进钓鱼 打卡完毕 分享我的钓鱼生活